所以本身的生活就是很甜蕾 好 我把這個佗佗四輩 那我們待會兒用兩堂課我想把它講 看看能不能再講另外那個余姓的 余姓作為南北朝文學的一個融合 最後的一個文學家 他有他的地位在 那這些文人幾乎都跟佛教有一些涉略 好 休息一下 好不好 齊兩之間的一個文學家 毛巾的巾 這個他說蓋穩義潮系之詞 那個潮就是潮系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那個海潮 那個義就是饕 饕 說呢 我聽說呢 把那個要饕那個什麼 大海的這個潮系的 這個潮系之詞 就是指這個潮系之詞 就是說容納潮系的那個大水池 就是海水嘛 要掏這個海水的人 沒有辦法測量他的潛深 就是他的深淺 仰蒼蒼是色澤 所以一個是大 一個是什麼高 一個是天嘛 蒼就是黑色的 那個仰看 所以我們仰望那個沖蒼 沖蒼天空 沒有辦法了解他究竟有多遠多近 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去 不能用斗梁海水 對不對 海水究竟有多深淺 多深你搞不清楚 你也沒有辦法測量出那個天究竟有多高遠 何況是我們視聽 我們視覺聽覺以外的 我們視覺聽覺以外的那些視界 好像有 若有若存的 若存若亡 比如說我們心所無法測量到那個境界 形形之表 不生不滅則在 這個是我們心思所無法 無法探測的那個不生不滅的境界 這個對已經佛教用詞 有所謂叫生滅 說有生必有滅 有生必有死 花開花瀉 越遠越窺 人老仍然 人有生有死 也就是說我們看很具象的 具象的海水 你都沒有辦法來抖梁 你沒有辦法量出海水究竟有多少 對不對 你也沒有辦法來測試天有多高 這還有一個具象 你看得到的 還是有形的 用西方哲學講 你就是形而下的東西 這些都沒有辦法測量出來 何況是那個形而上的 那個不可把握的 那個不生不滅的 是我們的心思所無法把握的那個不生不滅的境界 所以適宜眼視摩羯 用起席言之經 渡口必也 那個也是唸成也 必理也 這個 必也 以通得意之為 各位同學你看 這個是不是典型的四六篇文 對不對 典型的篇文的一個寫法 所以呢 掩飾摩羯 就是摩羯陀國 摩羯陀國 摩羯陀國 摩羯陀國是 這個掩飾是怎麼樣 什麼叫掩飾 把房子關起來 就是幹什麼 去閉關的 閉關去修禪定 何況那個佛陀 釋迦牟尼佛呢 就在這個摩羯陀國呢 在摩羯陀國幹什麼呀 閉關 閉陀來禪定 用起席言之經 什麼叫席言之經 就是開啟 席言就是不講話了嘛 是金 金就是渡口 那個金渡 然後呢 那個什麼叫避 避也就是避也離 避也離成 避也離成是誰呀 避也離是一個國家 也是一個城市 誰呀 誰在這裡 維摩羯 維摩羯居士 或叫維摩羯菩 維摩羯菩呢 在避也離 避也離成這個地方 展開了 所謂叫做不二法門的 渡口 什麼叫渡口 就是不講話的了 然後以通得意之路 那個得意是從那個誰呀 那個誰的話來著 就是說那個什麼 得意妄言啊 莊子的那個 所以不是 你們有沒有讀過那個維摩羯經 維摩羯經裡面就說 有一個大居士 有一個在家人叫做維摩羯 他就住在畢業裡這個地方 有天他生病了 釋迦摩羯就派他的徒弟 很像小說 所以你可以去 你要寫一個小東西也可以 你就可以從維摩羯經看那個小說的 小說的技巧 就是說維摩羯有一個小說的寫法 小說藝術 然後佛羅就說 這個維摩羯生病啊 然後你們去 所以叫做四級 維摩四級 所以有佛經裡面有一部經 生了一場很偉大的病 這一場病然後就做了一場很偉大的對話 叫維摩羯V.S文書 維摩羯V.S文書 那他的緣起法轉來就是一場病 所以是四級大病 四級的一場起病 那這個維摩羯就是表示他生病啊 不是傷風感冒啊 佛陀很有人情味啊 說你們誰去替我帶兩顆蘋果 帶一束花去探病嘛 那叫誰啊 就叫手作弟子 首先派這個出家的弟子 就大家社你去吧 最聰明第一的叫社律佛 他說我不敢去 為什麼 我有一次在哪裡哪裡 跟他有過招 跟維摩羯有一次的過招 話就開始 我跟他論什麼話 就拜下陣來 佛陀說那好 那穆建年你去 神通第一 社利國是出家弟子當中智慧第一 就不敢去了 掛偷牌的 那爸派誰啊 神通第一的穆建年 穆建年說我也不敢去 後來一個一個的申文弟子 我們現在說有兩種弟子 叫什麼弟子 申文跟菩薩弟子 申文代表傳統國教的出家的沙門弟子 對吧 那這個所謂叫十大弟子 包括我剛剛寫的佛陀第一的大家社 沒有一個人敢去 議論第一的傅容納 口才好得不得了的 一個一個敗下陣來 那佛陀就講說那好 那現在叫誰去 就叫菩薩弟子 申文弟子不敢去 就叫什麼東西啊 菩薩弟子 派這個菩薩 那個菩薩 這些菩薩弟子也都不敢去 最後叫誰 文書 文書畢竟有承擔 總要有人去啊 不然這場戲怎麼唱啊 這小說就寫不起來 對不對 後來文書說好 我去 那人很好玩喔 不是你去當主角的時候 是不是就敢去湊熱鬧 就很多人就敢去湊熱鬧了 反正出球不是我嘛 對不對 就看人家怎麼那個 所以文書就去囉 那就有很多好事者 這些聖文弟子啊 菩薩弟子 就一堆人去喔 那個去的人不是他個人去啊 是不是他的driver 他的司機啊 他的坐騎 不是他 還帶他一堆的呼朋一半 他的朋友 他的祕書啊等等 我用現在語言講 那他是不是 停車場是不是要很大 那些人都騎什麼東西啊 騎動物啊 趁雲叫霧來啊 那哪個房間大不大啊 房間大不大 不大 只有一丈見方 所以叫方丈 方丈 一丈見方 所以我們現在把那個房子叫什麼 那個住室住的房子叫什麼 住室就叫什麼 叫方丈 方丈和尚 所以很多的名字都是從微母親怎麼樣 微母親來的 這個就是誰啊 然後就開始展開對話 那一個一個對話 問他問他 很多人就這樣拜下陣來 你對柏爾法門的看法 入柏爾法門 有人這樣說柏爾法門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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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問到文書 柏爾法門就是無言無說 離言離相 離什麼離什麼什麼 然後文書講完之後說微摸 那你說什麼叫入柏爾法門 微摸就這樣 點點沒講話 文書說哎呀真是一個什麼叫做 叫什麼看文看文 叫什麼東西 叫做得以喜言 既然離言說 離語言 離形式 離符號 離邏輯 離這些什麼 無言無相 無形無事什麼的 還要言說嗎 所以才叫做微摸一末 微摸的那個沉默 如雷響 像雷那麼大聲 所以文書說 真是叫入柏爾法門 我們現在不是口頭閃的柏爾法門嗎 就是從這裡來 然後在雙方論戰的時候 雙方論戰的時候 天理就很讚嘆有沒有 就在上面 天理也在聽 很多人都來聽 天理是什麼 我們用秘錄電視看 演技教學看 哎呀講得好講得好 一樣嘛 所以天理就幹什麼 散花 散花 散花就是你們現在寫什麼東西啊 MSN啊 他不是網路就馬上對打起來了嗎 就散花 所以我們現在叫什麼 天花亂墜 叫天理散花 都是這個 都是從微摸解 所以 微摸解普照 我曾經在課場上講過 他為中國的文人塑造了一個 出世跟入世之間的一個 一個怎麼講 平衡點 找到一個原容處 既想做官 又想享受一個舔淡 寧靜的時候那怎麼辦 所以有一個微摸 找到一個理論的出口處嘛 對不對 可以自言其說的地方 事跟隱之間嘛 事與隱之間呢 找到一個折終點 就是誰形象 什麼形象 微摸解形象 是吧 所以中國大陸有一個 南開天津大學 有一個叫孫昌武先生寫了一本書 中國文學史 文學當中的微摸以誰啊 以觀音 中國文人經常 中國文人的作品當中 經常提到的兩大菩薩 一個是誰 一個是微摸 一個是觀音 微摸作為一個活生神 就是說讓他們在這個出世跟隱當中 做官跟隱居當中 找到一個折終點 好 這裡就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避禮就是他 就是避野禮 所以呢 他說佛陀就避官在哪裡啊 其實就是在摩羯陀國啊 就是說他等於出家了嘛 用起開啟奇言的這條路 渡口避野就是說 維摸節在避野禮 講這個宣說佛陀法門 維摸一末 然後通到哪裡啊 通達得益之路 這個得益之路 是莊子 原文從我莊子出來的 言 所以在意 得益而 得益而妄言 就要讓得益而妄權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叫什麼 得益要幹什麼 妄言 就好像你抓了魚要幹嘛 得益 得益要幹什麼 你抓了魚之後 那個裝魚的那個竹籃子 還要不要啊 有沒有 不是有一個裝魚那個竹籃子啊 抓了魚啊 把魚抓起來啊 就去烹調啦 就吃了啊 要不要錢 要不要 所以在佛陀要講點心的 就是說 你就不要在乎他的形式品 你要在他的什麼東西啊 內容的 內容 形式就可以丟掉 所以基本上 中國的一個美學 他是比較重什麼 實質的 對不對 那在佛教講就是幹什麼 上岸要幹什麼 上岸要怎樣 要不要把舟把丟掉 要不要 就丟掉 就丟掉了 嗯 我們 我們有時候是 透過這個東西 是要讓我們得到那個實質的精神 那我們有時候是不是 就落在那個形式上面去 我好像講過一個例子 某人睡不著覺 所以每天要吃安眠藥 到後來沒有安眠藥 沒有安眠藥 睡不著覺 安眠藥是不是成為一種執著 我用空 空來前蕩有 用空來把這個有的執著去掉 到後來我是不是又執著空了 嗯 又執著一種空了 人就是這樣 所以連空也要空掉 才叫什麼空空 空空又再空 再來一個空 一有力就要破 就這樣子 一有執著就要怎樣 就要舍氣 就要揚氣 就把他揚氣拋卻掉 OK 那這個地方 這個畫是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你看佛學道家 然後他儒家的跑出來很多 可以可見 當時他們是不是通癮 一些出家人是不是通三家 包括文人也通三家 這些都是通三家的 所以 然與倫者 必求忠於九愁 談營養者 必一言及於六位 他說談倫理的人 談這個世間的 世間的這個倫理 談說世間的一個常理 倫常的人 一定要怎麼樣 要求忠子於九愁 九愁是愚啊 大愚在治天下來 用九個方法 包括講五行啊 講五世啊 等等等等 什麼講三德啊 有九個東西 OK 所以那個九愁 比如說你要治理 治理天下 你要講這個世間的倫常 要像大禹治天下一樣 要有九個寶貝 九個方法 就叫五行啊 五世我剛才念的 八正啊 五計等等 談陰陽的人 陰陽是什麼東西 就要講六位 六位是什麼 所以炎姬 那個姬就是姬圍 你就要研究那個很奧妙的 很奧妙的很幽微的那個道理 要用什麼 六位什麼叫六搖啊 知道嗎 一陰一陽有沒有 你看 陽啊 三個陰 不是三個陰 陽跟陰去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陰定一組是不是有三個啊 你看這個陽這個叫什麼 有沒有學過一金 你看 是吧 是吧 這是不是三個陽三個陰 就叫什麼乾坤嘛 所以他就去配啊 什麼掛啊 或者是 就這樣子去那個 所以那個六義就是六搖 六搖 好 所以你就要去研究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義掛那個六搖 會寫吧 搖會寫 兩個叉 好 他說呢 事故三才即便 三才就天地人 天地人這個三才 已經很分辨出來之後呢 是 是妙物之功 你看 又是這樣 萬象已成物太極之志 就是說 我們天地人三才分別清楚 我們就能夠了解 認識那個 那個 萬物深層的一個功用 認識 妙物之功 萬象就是 身羅萬象 身羅萬象 身羅萬象已經 已經呈現了 就可以去悟到 什麼 你悟到那個 太極之志 混沌還沒變化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理則 言之不可以以其在之乎 也就是說 所以說 語言雖不能夠透徹說明真相 但是又不能不應用語言來說明 了解嗎 語言有一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語言來說明他自己的極限 對不對 透過語言 我們才了解 語言有一個極限性 你好漂亮喔 多漂亮 很美就對了 那美的一塌糊塗 就是很美啦 講不出來 能說出來的美 是不是這就是極限啦 不可言言說的美 OK 所以言之不可以停止 不可以廢除 就在這個地方 好 然謠詩所權 謠詩 詩是詩詞 是周易的一個偏名 詩詞有沒有 我們講那個詩詞 周易的一個偏名 也就是說 我們運用這個謠詞也好 或詩詞也好 來詮釋用謠相詩詞 所詮釋的那個東西 窮於詞義 也僅止於在這個方 這個方 OK 你喜歡用什麼東西 詩詞跟什麼 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哪裡 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邊叫什麼東西啊 涅槃 所以叫涅槃彼岸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大海 涅槃 所以基本上 我就要講的愛河是好的東西嗎 是不好的 高雄講什麼東西啊 高雄有什麼東西 愛河 涅槃什麼 愛河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 無名的在那邊 在那邊載服載沉 所以我們就像那隻烏龜 那隻烏龜 一百年的烏龜 頭出頭末 瞎了眼睛的烏龜 頭出頭末 每一百年 沉下去 一百年就 登 升上來 然後呢 這個海的 黑漆漫漫的海 看不見任何 任何光明的 瞎了眼睛的烏龜 那個一個 一個 那個木頭不知道在哪裡飄飄 當有一個一百年 不知道哪一個一百年 頭剛剛伸出來 那個木頭的中間有一個洞 那個洞的大小跟烏龜的尖尖的頭是一樣大小 然後那烏龜頭剛好插板得分 你它角度要剛剛好 你角度沒有插好也是剛好 就剛好那個尖尖的頭就鑲在那個洞 那個烏龜就開眼 就脫離歸身 才能得到人身 所以人做人是這麼這麼難得 所以你懂這個道理的時候 國教這樣的批就告我們不可以毀掉 不可以自殺 沒有權力殺掉自己 也沒有權力殺掉別人 昨天的新聞多可憐 一個爸爸懷疑母親怎樣 把兒女給殺了 又把自己也給殺了 是不是 前天不是一個八九年前那個青海 青華大學那個女生 把他的好同學也是親敵 有沒有 那個女生就給殺了 然後運用他的一個學習的專業 那個叫什麼王水 把他給毀了 真的很狠 比岸呢 引之以有 則高謝四流 推之以有 則輔弘六度 你看 完全是平穩的 比岸者 說已經登比岸的人 已經正物涅槃的人 他對眾生 對我們來開始有的道理 有啊 我看那個招民文賢這個書 有些翻譯亂翻 亂翻 都不能照字面翻 這裡佛教講的有跟無 是從有像跟有形 有限有些有邪什麼去切進去 無是什麼 從空的道理 當他詮釋這個世間萬法萬象的時候 就高謝四流 這個四流啊 是佛教的名向 什麼流 欲流 有流 無明流 有見流 這叫四流 我們世間第一個 是不是活在慾望裡面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要吃飯的慾望 我沒有飲食的慾望 有啊 我有沒有睡覺的慾望 有啊 我又有一些 人有 這個慾望又可以去分了 還有什麼叫有流 這個有啊 是存有的意思 用哲學的話 就是什麼東西 存在 什麼叫存有 存有就是你開始有生命的 就是一個等於生命輪轉的象徵 所以所以不派不教 把我們的生命叫什麼有啊 叫什麼有 叫中有 別嫌你是念的是生死學系的 你看 我就講那個生死學 四個有 有是一種存在 然後它這個是一個圓形的 好不好 我用線來那個 我就要認為啊 生命是有下一期的 有延續性的 人死的那一刹那叫什麼有 人生出的那一刹那叫什麼有 生有 來 各位在座的我們大家 我們有沒有經過生有 你不要跟我說老師 我是從石頭蹦出來的 從石頭蹦出來 有蹦出來的一個生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生 有的人是不是順產啊 也就是難產啊 就是早產有多可憐 才多少磅 前兩天有一個小嬰兒有多可憐 孩子都天天睡在那個保溫箱 出生的那一刹那叫生有 好 人要死亡的那一刹那叫什麼有 叫死有 我們在座有沒有經歷過 有 有啊 有的人 你從死亡一刹喔 OK 人呢 從生下來到死亡的這一刹生命叫什麼有 叫本有 本有就是我們現在 各位同學 我們這個本有的人活八歲 有的人活八十歲 有人活八小時 有的人活八天 有人活到八十歲一百歲 有的人長得很高 但長得各的交響 有的人很聰明 有的人腦筋差不多笨笨的 有的人性情很好 有的人性情很衝動 有的人出生頭腦 有的人就說什麼 他境遇非常好 有的人就比較坎坷 這叫什麼有 很有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的階段 所以我們能夠掌握精靈的 是不是這一段生命 我們可以另外創造生命就是這個本有 人死亡之後到下一集生命 比方說我們活到八十歲死了 我下一集生命 等於我還要再去幹嘛 要去威庭的時候 這個叫什麼有 叫中有 就是中有 就是那個有流 就是這個有流 中有 那就是有些人 有些宗教就講叫什麼東西 靈魂 人就是指這個階段 道教 注意我不是講道家 民間宗教就叫什麼 三輪七魄 我們都很害怕就是這個 看到鬼了 其實中有不見得都是鬼 就是還沒去投胎那個時候 那就叫什麼 就是中有 那有些就叫中英生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那我們會這樣 就是說 民生去投胎 你就去受胎了 受胎就一起生命是不是又重來 就又重來了 所以佛教基本講那個有字 不要那麼簡單 有時候是一個哲學上的空有 空有的一個對待的那個名詞 有時候是指那個生命去輪轉的那個東西 好 無名流 無名 我們在這個無名 無名輪轉裡面 什麼叫無名 就是沒有智慧的狀況 那個混沌狀態 你說我現在方寸一亂 一片頭腦一片混亂 好像那個Jung 好像那個什麼 Gochiko 有見 有見是什麼 我們人最主要是我們人有一些看法之見 而是錯誤的之見 就叫什麼 邪見 所以邪見 比方說 有的人認為 怕什麼 人死了以後什麼都沒有了 這叫什麼見 這叫斷滅見 什麼叫邪見 人死了都沒有 那我要什麼怕 我搶啊偷啊 我能怎樣啊 壞事做盡 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的 那我也不用做好事了 我也不用上盡了 因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就叫斷滅空 還有一種人就認為說 欸 我永遠會存在啊 我叫做不死 所以長生不死 怎麼會不死的 怎麼會不死 嗯 那為什麼無名流不好啊 無名流當然不好啊 沒有光明的狀態啊 就是煩惱的代名稱 煩惱的另一個稱呼 注意我們都講說無名煩惱是名字的名 不是是明白的名 就是生命處於一種黑暗的 還記得倫語講說 天不生眾你萬古如長葉 你處於一種黑暗的狀況 那叫無名 無名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一個名詞 就是煩惱 另一個叫煩惱的代名詞 嗯 嗯 佛教基本上認為一個一個圓滿 乾快樂 清淨 究竟 最好的生命 是一個光明的一個那個東西 你比方說 阿彌陀佛就叫無量光 要是我也叫做流離光 有沒有 密教叫大日如來 對不對 都是光 都是光的